一年一度的华盛顿国际马术比赛 本星期热闹开幕 今年是活动的第六十届 来自全球的500名骑师和他们的马匹来到华盛顿 争取总奖金额超过50万美元的奖金 主办单位10月25日在华盛顿市中心 为骑警和他们的马匹举办了一场与游人互动的见面会 一起来看一看 26岁的骑警米兹奎奇和他的同事 12岁的警用马恰吉搭档已经有六个月时间 他们每周四天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上巡逻 米兹奎奇相信他和他的爱马之间有种奇特的联系 我紧张的时候他能够感觉得到 因为他也会开始变得紧张 我在骑程时能感觉到他背上的肌肉变得紧绷 我相信我们之间存在一种联系 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 但他知道我骑他的时候他可以信任我 我也知道我能够信任他 华盛顿国际马术比赛主办单位 邀请美国公园警察骑警队参与这次见面会 民众可以近距离接触并喂食马匹 甘草 胡萝卜 还有他们最爱的苹果 主办单位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点燃更多人对马匹和马术比赛的兴趣 我们通过这个活动来表扬公园警察为整个地区做出的巨大贡献 他们日复一日的上街巡逻 随时准备好为我们提供帮助 这些马儿也为社区而辛勤工作 华盛顿国际马术比赛是一场庆祝所有马匹的赛事 给予这些马匹肯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在交通工具发达的今天 骑警队除了具有传统意义 警马的高度也让骑警能监视数百公尺以外的情况 骑马让警察能从比较高的位置观望四周 看到大范围人群的活动 同时人们也能够看到警察 到了需要控制人群的时候 例如移动人群来让救护车通过 骑警在马上也比较容易指挥 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到骑警 高大的骑马也增加了骑警的威慑力 为期六天的活动 预计吸引超过两万六千人前来观赏 除了专业的马术竞赛之外 星期六是这个活动的孩童日 小朋友将可以免费试骑尼尼马 以上是记者许香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